台东人民部落大学今年迈入了20年 5号下午在TTICC举办开学典礼 开场由楚音文化艺术团以歌唱形式 为新学期揭开序幕 今年特别开设了部落文化深度体验旅游 以及部落齐老文化历史母语叙述两门课程 以部落文化为核心 结合深度旅游 绝对可以成为台东慢经济旅游的新品牌 台东人民部落大学今年已经迈入第20年 5号下午在TTICC举办开学典礼 开场由楚音文化艺术团以歌唱的形式 为新学期揭开序幕 今年部落大学共有18门课程 包含语言文化产业发展社群使用等 在典礼上也颁发讲师的双语聘书 原民处长表示 部落大学与空中大学合作的学历认证 希望在5年内 可以让部落大学的学员在空大拿到学士学位 我们希望未来大概在5年内 我们希望在部落大学来上课的学员 大概会100到200人可以拿到学士学位 就在空大拿到学位 这是我们部落大学的一个 这几年的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特色 而部落大学也在今年增加了 许多旅游相关的课程 希望可以跟进这几年在台东推广的部落旅游 我们今年有增加部落的旅游的一些课程 因为我们这几年在推部落旅游 也是现场很重要的一个政策 希望透过部大这边来协助像导览之类的 未来也将结合各面向资源 让部大发展更多元 也可以带动部落产业永续经营 记者陈安如台东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